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真的很不幸 過去幾個月大家都看得到 很多暴力的衝擊事件 分曬顏色 人和人之間非常之撕裂 導致現在警隊要申請一個禁制令 網上不能公開警員和居家屬的所有個人資料 這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對他們現在面對的困境 我感同身受 因為我自己都是受害人之一 我自己的個人資料都被人放上網 還幫我用我的個人資料 身份證號碼 電話地址 去申請器官捐贈卡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面對家人的生命 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們只可以用盡一切的方法 企圖去保護家人 所以對警隊申請禁制令 我很理解 當然一方面我明白 大家都會擔心 會否資訊沒有那麼自由 但自由其實有底線 當資訊自由和生命受到威脅 尤其是小朋友和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脅 作為一個對比的話 其實真的不能比 清不了 當然是保護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人去做這些起底行為 便不需要申請禁制令 你申請了這個禁制令 是否真的完全禁制到呢 我相信未必完全禁制到 但在這個禁制令下 你連散佈都會犯法 即是說可能有人發布出來 你在香港就周圍傳來傳去 可能你都會違反這個禁制令犯法 我希望對某些人來說 就能出現一個阻嚇的作用 以及申請禁制令 亦都是一個姿態 將這件事提高到一個司法更高的層次 令到大眾市人都明白 現在問題的嚴重性 正如我亦都之前有說過 譬如禁讀法例 是否有了禁讀法例 就沒有人吸毒 沒有人販毒呢 一樣都會有人吸毒 有人販毒 但是是否有這個法例 好過沒有這個法例呢 有這個法例 當有人吸毒販毒的時候 最少我們有理有據去抓 這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有一定的阻嚇力 所以禁制令 都是同樣的情形 如果有人堅持 一定要去犯法 以身事法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阻止 只可以抓 和這次選過的消息 相對能力 您說得我 很照顧 是否說得甚至 谢谢观看